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到將軍了 現在是不是戰略開始改變了 因為其實俄羅斯戰事 持續超過一個月 那麼俄羅斯的國防部 您可以看到 這位是參謀部的副參謀長表示說 在烏克蘭進行第一階段 軍事行動已經達成目標 接下來將會專注實現 徹底解放烏東頓巴斯地區 這是他的說法 那麼這表明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海軍分析中心研究員 是這麼分析的 說俄軍是因為意識到 說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同時進行多方向的軍事行動 所以才會暫停對基輔 跟其他城市的攻擊 那麼把後勤集中在頓巴斯地區 諸二的外交人士表示 俄國的國防部聲明 是為了挽住顏面 甚至有可能是為了準備 要降低軍事行動的一個前奏 江英怎麼看 對 他現在就是整個 因為俄羅斯開始 他並沒有一次的大舉兵力投入 創造決定性的戰鼓 所以他現在就是 傷亡也到達一定的程度了 他現在就調整方向 作戰節奏有所調整 在基輔這個區塊 他就形成拘束 把這個基輔做包圍 這樣就可以了 先做包圍 然後陸陸續續的 做這些轟炸的動作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講的烏東地區 就是頓巴斯地區 頓巴斯裡面包含盧干斯克 跟頓內斯克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還有一些 亞素營的分子還有 我們所說的烏克蘭的軍隊在這邊 他這個地方要把他頓巴斯地區 整個要把他解放 頓巴斯地區包含盧干斯克 跟頓內斯克 還有更大的地區叫頓巴 叫做頓巴斯地區 更大的地區 他這個地方給他 先完成解放 在南部克里米亞這個地方 他是要擴大戰果 你看他南部克里米亞北邊的 他還像這個我們講到的奧德薩 就是我們講的烏克蘭的第三大城 還在繼續進攻 換句話說奧德薩 這個地方可能是他下一個目標 他現在把他放在烏東的地區 他是希望整個戰損 作戰節奏放慢 讓戰損能夠降低 但是戰事還是繼續持續在進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分這三面 所以烏東這個地區 目前就在肅清的 我們叫做馬利波 馬利波在那個最下面 因為馬利波就是在頓巴斯地區 跟克里米亞中間的地區 他在那個地方希望能夠解放 他不是光看他自己 我們前一陣子知道 車程的志願軍有進來 車程進來的話 也是幫忙解放頓巴斯地區 現在的時候又有 我們叫瓦格納 傭兵有沒有 有將近從300個人 一直增加到1000個人 也是希望在烏東的地區頓巴斯地 能夠完完全全的解放 等到解放完畢之後 他的目的在哪裡 為什麼要解放烏東地區 他有個戰略目的就是說 當解放完烏東的頓巴斯地區 他在兵力轉移 往西北推進 往基辅前進 因為這個他已經解放了 已經完全歸附了 收復了 整個兵力這邊交給 當地的親俄的政府來治理 好 他整個軍力轉向 往基辅前進 就成了基辅現在是包圍 現在是做拘束 將來的時候再做攻擊 換句話 他的兵力的調度 考慮到是這個樣子 他把他整個作戰的節奏放垮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整個烏克蘭 烏克蘭是他的國土的面積 是60萬3000平方公里 現在俄羅斯所控制的地區 已經到達12萬平方公里 已經佔了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就是20% 我們可以看整個烏克蘭的國土 20%已經被俄羅斯的軍隊 控領或占領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看那個圖 你按照西方的所畫的軍事的態勢圖 把俄羅斯的軍事態勢比起來 大同小異差不多了 換句話說現在節奏放緩 將來的時候這些占領的區域 俄羅斯他不會輕易歸還的 他既然做軍事占領 然後做親俄政權的一種扶持 完畢之後 以後談判以後再說 他是不會撤離的 所以我們看整個態勢來看的話 俄羅斯他有這個節奏的 先拘束拘府 解放烏東 擴大克里米亞 烏南 就是烏南 克里米亞 包含要往奧德薩 這個整個區塊 他分這個三個區塊來做 所以非常的清楚 他的力量也不夠 我們剛剛除了講到了 瓦格納傭兵之外 敘利亞的部隊又進來 敘利亞部隊進來的時候 尼巴仁 真主黨也派了1000個人 這些他的志願軍來參戰 都有 不是只是光是 俄羅斯軍隊在這邊做解放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 整個狀況來看 他是把布料放緩 但是要去攻佔的區域 跟將來要去控領整個烏東的地區 就是聶伯河以東的地區 他的俄羅斯的企圖 這一方面沒有消失 今天推出的默默水呢 是解決煩惱的好幫手 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話 因為這個有含Gaba 裡面呢有長安酸 還有陽柑橘 萃取物等等 可以讓你更好睡 開啟啟動你入睡的關鍵 好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叫麻煩來掃一下我們的QR Code了 可以到快點Go網站來選購